2020年台灣燈會主要是延續花博的精神 除了我們以往在地的傳統節慶 我們融入了更多的藝術性跟創造性 也邀請了很多國內知名的藝術家 來進行主燈的設計 今年的主燈的設計有三個不同以往的特色 第一個是唯一可以走進去的主燈 歷年來主燈只能讓民眾觀賞 但是不能走進去 這是第一個可以讓民眾走進去的主燈 第二個是永久保留的主燈 我們結合後裏生理園區的特色 希望它能夠變成當地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景藝術或者是地標 第三個是說它是唯一用動物為造型的主燈 也是搭配我們後裏生理園區 希望用永續這樣的一個精神 融入當地的地景 那這個三個特色都非常的就是說具有這樣的意義 那這個設計師林順頓老師也是國內知名的藝術家 他之前在花博有設計一個種子 那現在在2020台灣燈會 那這顆種子變成一個升天的一個大枕木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棒的延續跟連結 這就是些自然會以為